網路評價超過2500則 卻能維持4.3的高分 在這個美食充斥的台南地區 實屬不易 這家是頗具盛名的浮水 施木魚根 就是台南保安路上排隊美食之一 這裡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光施木魚根一個品項 就能賣超過一家子 我們在書籍上有看到介紹了 然後剛才路上也碰到 他們本地也說介紹這一本 這一家阿鳳 那我們就過來吃這樣 那你從哪裡來的 我是從台北來的 我從小吃到大 所以最好我家都吃這間 從我阿嬤就吃這間 都也吃到雞翁 吃到生氣 現在做阿公阿嬤也都還在吃 他說我們台湾也是從小吃到大 對... 他就是我們家旁 我還沒嫁來 我是聽我們婆婆說 他是還沒騎家旁 對啊 小時候他們阿嬤就把他吃大了 他回來會來吃嗎 對啊... 他們家都是我們的客人 他們爸爸 他們哥哥在那裡也來吃 對啊 他回到台南也都來這裡吃 對... 像吳宗宋也回來了 都來這裡吃 吳宗宋也會來 他也是我們台南人 對啊 他也是... 都會來這裡吃 他如果回到台南都會來得多 白冰冰也會來吃 對啊... 也會來過 對啊... 像很多啦 航空以前也會來這裡吃 對啊 說不完 說不完啦... 你會推薦人家來吃的原因嗎 因為它裡面有大塊私木魚肉 那個...白色那個 很大塊 超爽的 好爽的像我們都... 有包這塊魚肚啊 要包的這塊都... 竟然比較多這塊 對...我們挑魚肚這塊 對... 咖啥只有六百魚就 三個魚 我們每天一定都... 你要像說... 我們這塊魚肚都... 每天一定菜市場現身 早上都... 對... 都... 一定要吃這塊魚肚 我們只吃這塊魚肚 魚肚而已 還有腳掌 腳掌打魚肚 魚肚用三百魚 自己的魚肉打 我們都自己做的 我們沒有人體驗的 也沒有放什麼豐富 這個什麼都沒有 對... 就很天然 過程喔 那就是魚要先給魚肚 對... 咖咖咖的電腦 放進去蒸骨 對... 然後打 對... 一定要放鹽 不放鹽的魚肚打不起來 對... 鹽、糖、味噌都要... 多少都要放 對... 打... 打到就像這樣... 像這樣... 咪咪咪咪這樣就可以了 像這樣起來咪咪咪有沒有 會黏下去 對... 這樣... 對... 撲起來就比較Q 每天早上 將新鮮切好的濕木魚肚 與打好的魚漿充分拌勻 就可以開始整形入鍋 魚氣呵成超熟練的身手 對已經做了四十多年的 第二代老闆娘洪惠美來說 這些動作就跟呼吸一樣 駕輕就熟 盡量比較有魚肉 是胃也沒有在一起有魚肉 對啊 有時候人家拿不喜歡吃魚 鴨子 會對魚不喜歡吃它就... 只要吃一串 對 秋其實也是十二次做的 也是魚就打...打仙手而已 一條條包裹著新鮮 濕木魚肚的魚肉塊 下水之後 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節奏般 等到熟透就會一一浮出水面 老闆娘說這就是所謂的浮水 浮水就是說 我們這樣放下去 它如果熟它就浮起來 叫做浮水 對 就像這樣 它現在你放在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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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熟它就一塊一塊一直噴起來 噴起來就是表示熟了 以前老人就是說這樣 讓我做浮水 對啊 那類似像我們在浮水一樣 它如果熟它就一塊一塊一直 一直跳起來一直浮起來 這間濕木魚羹開業於1957年 是由洪惠美的婆婆一手創立 數十年來如一日只賣單一品項 就知道這裡的濕木魚羹多有魅力了 而美味秘訣除了魚肉羹 抱著新鮮濕木魚肚之外 老闆娘說燙完魚羹的湯頭 更是精華所在 多年來也一直堅守 婆婆製作羹湯時最純粹的初心 像我們的湯頭 就是都這個三百魚的湯頭 焗湯這樣起來 做高湯就比較鮮甜了 所以用這個做高湯做營養 這個湯很多魚的湯就焗了 我們要吃這鍋雞湯的時候 我們就泡這個 差不多兩瓶兩瓶的高湯 比較快的這邊 然後稀釋 差不多水 差不多在七八十度的時候 就砍起來 砍起來這個湯就是像這樣 透明透明 我們沒有放菜 我們沒有放菜 放什麼 有啦 要放鹽味醋 鹽醬都要放 但是我們以往都放很多 放很多鹽味醋放少 都是天然的 就是這個高湯 這個牛丁的 這個比較天然的 如果吃到九尾了 會感到甘甜甘甜 就是這個魚湯的 對 撒仔魚的湯 對 砍起來就像這樣 我們外面有 類型就是 都沒有鹽醋 就把鹽水叫這樣 比較粗 很簡單耶 很天然的 不說鹽醬鹽醬的 製作好的湯頭 是超道地的台南味 雖然帶甜 但是不會讓人覺得膩口 上面加點薑絲 香菜跟些許的烏醋提鮮 是在地的吃法 一入口滿滿明顯的 濕木魚鮮味 就知道多真材實料了 先生 請問一下 你覺得它那個口感怎麼樣 我覺得它那個很豐滿 很好吃 就台南的那種甜味很好吃 不是死甜那種 我之前是吃過外帶的 然後現在是吃內用 但我覺得內用的比較好吃 因為現場吃起來 不會更棒 對 現場吃更棒 跟台北其他地方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有一點杜特的烘味 湯也不錯 真的也不錯 我是一個本地的朋友帶我來 第一次來這邊吃這樣 那你第一次吃 你覺得頭髮怎麼樣 很鮮甜 然後滿嫩 滿彈 因為是手工的魚漿 然後它的湯頭也是滿回味的 那你覺得它這個湯頭 做一些人吃起來會習慣嗎 對 我來講因為 我也滿偏甜的 所以這個我還滿喜歡的 這裡雖然只賣虱目魚羹 也能加麵加米粉飽餐一頓 還有綜合版的米粉麵 可以同時吃到麵跟米粉 是不是超貼心呢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一定要再加上店家自製的辣油 試用沙茶 新鮮辣椒跟辣椒粉炒製 保證讓羹湯別有一番風味呢 第二代老闆娘洪惠美 從年輕時嫁入夫家 就開始幫著婆婆一塊打理店物 一做就是四十多個年頭 現在已由第三代兒女接手 與高齡見朗的婆婆 同享三代同堂 退而不休的樂活生活 這就是我的小孩 這第三代 對啊 第三代都去那裡做了 老店最欣慰的 就是有子女接手傳承 讓好味道延續 而這裡更是從早上七點 就開始營業到晚上十二點 不論是想吃早餐或是宵夜 都能吃得到 真的是排隊也要吃的 台南美味名單之一喔 字幕作字幕 李宗盛